就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儿到北京树址之际 旺角深夜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大批的防暴警察跟速龙小队不断施放催泪弹清场 其中有一名记者脸部更遭到催泪弹的击中 导致他的右眼的眼角流血 颧骨受伤 他也向媒体就表示了 当时警方在毫无举棋警告之下就开枪 旺角街头警民冲突在线 港警催泪弹连发 延误弥漫冲突持续扩大 防暴警察与民众发生口角肢体冲突一触即发 一名记者双眼直接被喷胡椒喷雾 双方扭打成一团 港警不停用警棍攻击 周边的街道上零星冲突夜不间断 大批防暴警察一字排开准备清场 忽然间速龙小队冲上前 抓住一名女子大声质问 警方怀疑女子身上有汽油弹 却只有搜到两瓶水与毛巾随后放行 但是港警大动作清场却没有停滞 不断在街头发射催泪弹 还有一名记者眼睛被击皱 没有举棋的情况下 私放催泪弹 幸好这名记者有待护目进防护 右眼眼角受伤流血 颧骨中弹 而他也质疑警方是针对记者 以及救护人员这两类人士发射催泪弹 出外活动直到深夜人潮才逐渐散去 就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刚赴北京属职之际 港内的抗争活动至今仍未停歇 林郑月娥16号下午与习近平的会面 外界也高度关注 东圣新闻到中心综合报道